在彭恩州文东长大的宇恒 全名邹宇恒 她的母亲是一位音乐老师 而为人师表的父亲 也同样热爱音乐 于是宇恒从小 就受到很好的音乐熏陶 我刚才见到你母亲 我才了解到说 原来母亲是声乐老师 声乐老师 对 所以你从小就有学习唱歌 对不对 从小就是有跟她 有跟我妈妈 我妈有指点我 然后我爸妈妈都很喜欢音乐 然后在我出事之后呢 他们一直就教我唱很多儿歌 比如说 公鸡体小鸟叫太阳出来了 这些儿歌 就两三岁的时候 就到处去我外婆家 外公家 然后去他们家玩的时候 我外公就会把我抱上椅子上面 叫我在那边唱歌 就好像站在台上这样子 对 就拿一根 那个什么木头 什么当这个麦克风这样子就唱 然后逗得全场人的大笑这样子的 所以从小去已经有那种表演的天分了 对 唱歌方面是比较有兴趣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我六岁 在五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去学钢琴了 大概十三十三十四岁就考了这个Gate A 以前我们一家人就是在家里吃饱饭没事做啊 我妈就弹钢琴 我妈妈也会弹 她是到现在还没有考试 可是她很喜欢弹这样子 那我就在旁边唱歌 我爸爸就吹口气 听起来好像 听起来好像很有气质 从我六岁然后一年级二年级一直到六年级 每年都有代表学校 那时候都唱哪一些歌曲啊 都唱有一些是艺术歌曲 是我妈妈选的 还记得吗 有啊 像姑娘生来爱唱歌等等的啊 姑娘生来爱唱歌 我还起来有那个首词 以前就是要这样啊 然后那个头要点了 就这样 姑娘生来爱唱 要随着那个节奏 然后还有一些指定的动作对不对 有有一些 对有一些指定的动作 反正就很好玩 中学时期就开始爱上词曲创作的语恒 曾经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组织了一个叫做季节语的创作组合 积极地参与创作发表会和交流营 1995年 他们第一次参加创作歌曲比赛 便成功地挤入了三甲 结果最终就在什么金运名歌 创作比赛当中就得了奖 对的 一首创作 很幸运啊 得了季军啊 我跟婉军一起写的 这首歌叫回香 对然后就五个女生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很紧张 第一次参加创作的这个创作比赛 然后当时评审是非常有来头 就有这个马来西亚游游地 然后来自台湾有李渡 万芳跟奇遇大姐 对啊第一次就他们那么 来头不小的这些评审 其实令我们站在台上是非常大压力的 对可是我们就还是有把这首歌很完整地唱完 然后到最后 他们在抱这个光芽季军的时候 就一抱到季军我们就很感动啊 就很激动就哭啦 从小到大 宇恒一直是父母亲眼中乖巧的孩子 可是这位家中的长女啊 竟然为了音乐 第一次和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读完书之后就毕业了之后 你想说要加入这个音乐这个部分吗 还是去念修这个音乐系啊什么之类的 其实一开始毕业之后 我就没有上中六 其实我是可以上 然后因为我爸爸他很希望我可以去上中六 然后再考大学 可是我就坚持说我很想去念音乐系 然后这个坚持其实在那个时候 跟我爸爸起了一个很大很大很严重的一个争执 他们很难理解吧 对 然后我爸就说 因为那个时候做音乐啊 很少说 很少说有例子是可以活得很好 就还看不到说那前景到底是什么 对 前景很模糊这样子 然后他担心我说 经济方面有问题 以后出来找不到工怎么办这样 很少说会有吵架啦 我跟我爸爸就只有那一次 我哭 我哭得很厉害 就 我还好像还威胁什么的 我说你不让我去读 你不让我去读这个音乐的话 我就不要回来什么的 就气话 我讲很多气话 然后他也是 他也拿我没有办法 就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都没有那么气的时候 对 才比较心平气和去聊 然后其实我就从那个时候 我爸妈就已经知道 我是一个很固执 我很固执的一个人 我如果要做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做到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爸爸 有一个妥协说 他希望我去念一些 因为那时候多媒体 很盛行 多媒体 他希望我去念一些 IT的东西 好 那时候我爸爸 我去念 可是我念完了 我回来我一定要念音乐 结果就去念了三年 然后这三年期间呢 我依然没有放弃 我喜欢的唱歌 我就去明天餐厅 算是半工读吗 所以你都会做这些 什么珍珠奶茶什么之类的 我曾经是八摊的 然后我现在 因为很久没有泡 所以我不知道还记得 所以我可以来一杯珍珠奶茶吗 好 你要什么 什么口味 什么口味啊 就来一个芋香吧 可以吗 芋香 芋香等一下好不好 还有限制的 最主要是那个奶精粉 不要有不要长那个 一块块这样 好 成品出来了 冒汗了… 然后这个是 这个南高点 有点像Dead Eric吗 对了 嗯… 有点像Dead Eric